破戒的惡言 所以我想各位要 我们修行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持戒 持戒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做不到 所以我要用戒来控制我 这个外在的行为先控制我 然后呢修定内心我也要控制 就像我刚刚看到乳酪 哎呀放弃 我只是在定的范围 我还没有会啊 会就是放下了 完全自在了 就像现在你吃树一样 肉很好吃 一点欲望都没有 对不对 一点欲望 鱼很香 一点欲望都没有 我发现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吃辣 最好不要吃 因为辣也是个欲望 又油又辣又炸 哦 要把它嚼死 那这个本来就是个欲望 这个就是贪值 这个贪值表现在你的吃的上面 或是对金钱或对爱情或对外表 那这个贪就让你轮回啊 所以佛陀的时代出家人吃饭都是 放在玻璃里面搅一搅然后观想变成什么 你讲大便 大便 要是苦的 这是个要 不然我没有办法修行 我是为了 为了要修行再吃 而不是一种欲望 那如果你平常生活不注意这个 那你就会高血压 糖尿病 因为贪了 贪了 你就会山高 也过得不快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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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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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